好 我們找我們今天參與的團體逐一發言 我們知道香港滿土王萬靜和范國威 都是有他們的想法和看法 他們製造了一個道具非常精彩 我們請他們兩位一齊跟我們講幾句話好不好 各位 要反對林鄭月娥就要很多理由 亦都有很多理由 但是我很快就已經想到三個 第一 就是他的什麽中央拒絕任命論 講到明就是硬銷他自己 知名就是北京陰典的真命天子 是令人打冷震的 這個是不是一定要反對 是 第二個理由 他西九故宮一筆 他講到明是我的判斷 是我的決定 一聽你就覺得這個人是一人當道 他簡直是以為一人專政 是不是一定要反的 是 是 第三個理由可能是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 他會說 這頭 我會 他說他會繼承梁振英的路線 但是那頭他就說 是呀是呀 過去五年 香港呢 就真是呀 又撕裂 又 完全是 停滯不前 好像他沒有反 他是政務司司長 只是這一點 這個人的虛偽 和卸博 是不是 一定要反 是 多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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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好 好 各位 熱愛民主的朋友 大家好 好 我除了是以香港本土成員的名義 還是以新民主同盟成員的名義 在這裏 和大家講幾句說話 因為我們新民主同盟 也都是有成員 去參加 今天這個 不要林鄭 不要音點的遊行 是嗎 是 好 我們知道 小圈子選舉 選出來的 都是爛橙 都是爛蘋果 是有毒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特別是要針對 林鄭要搞一次 林鄭 反對她 做特首這個遊行呢 是因為 她是更加毒 更加難 她是這麼多一個表態 參選特首的候選人一個 最早走出來 是要說 成計 延續 梁振英路線 是嗎 是 所以 前日 年初七 去灌溉雲集 那些土共 建制 保皇黨 八百人走出來 和她做這個造勢大會 我們 今天 年初九 就要來和她 和她 鄭兄 是嗎 送券辭職給她 不只 還要告訴全香港人知道 梁振英 之所以 連習都入不了 不能夠競逐連任 是因為 她好事多位 過去五年 做得太多陰則事 是損害一國兩制 損害我們香港人 核心價值的壞事 是不是 是 所以 林鄭不要因為 我們今天 只有百幾二百人出來 遊行反對她 就調以輕心 我們是代表了 很大部分的民意 是不是 是 因為香港人看得很清楚 過去五年 我們受救 梁振英路線的殘害 梁振英不單止 自己私得有問題 UGL 潛建 她是要還的 民生方面 無論是國教 無論是新界東北 無論是電視牌照的發牌 等等 她都是害得香港人 很慘 還有這個 網絡二十三條等等 這些壞事 政治方面 就是八三一之後的政改方案 睜大眼講大話 語言藝術去到的極致 明明是假普選 有篩選 就說是普選的方案 逼我們接受 所以 當林鄭 說要承接梁振英路線 從那一刻開始 就是跟香港人 與民為敵 是不是 所以 今天我們要走出來 反對林鄭月娥 不要林鄭 反對欽點 不要林鄭 反對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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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你快點快代表 或者你自己夠膽就下來接我們的痴子 好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多謝 Garry 以及 對欽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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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鄭月娥 好 好 非常出色的團隊 跟著郭卓堅這個 這個 JR王 司法科學王 為香港市民發了很多 正義的聲音 我們今天 是不是要來 訪問這個英俊的 JR團隊代表人 好 Carrie 還有誰 Kiss 好 請給兩位過來 好 好 JR團隊的兩位 侯先生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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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JR團隊 我叫Carrie 她叫阿Kiss 我給阿Kiss說幾句 大家知道 林鄭月娥 在一隻圍觀的時間 好打得 她是專門打香港市民 是 是 社署 社署署署長的時候 一筆各國款 大家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是 然後 很多很多的暴政 發展過局長的時候 強拆皇后碼頭 消滅他們香港人的記憶 回憶 是不是 現在還說 故宮這件事情 假諮詢 假民主 擺明就是向中共投誠 它不是延續689路線 它是689路線的加強版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需要林鄭月那些人做我們的特首 為了不需要這個小圈子的選舉 這個小圈子的選舉只要促進一個中共勢力的政權 我們今天百幾二百人的遊行 我們希望繼續 我們下次有千幾千人 下次我們有萬幾二萬人 告訴中共 你的政權是不會得逞的 好不好 好 好 多謝大家 想跟大家說聲 我們這次能夠JR去故宮這宗個案的時候 要多謝每一個市民 因為你們的聯署 甚至你們背後的支持是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要發酵得更加大 我們的政府才會有恐懼 政府剛剛推出了一個6個星期的假諮詢 時間已經講了 都不知道可能已經四個禮拜了 已經 究竟做了些什麼政府 大家有沒有收到什麼消息關於諮詢這件事 是否有人騙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去維持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們由以前香港發展成今時今日 這麼成功 這麼繁榮的城市 是因為有程序公義 因為我們有法治 林鄭月娥作為公務員這麼多年 她在競選的時候在不斷講 她自己有多少經驗 但是這麼簡單的西九故宮諮詢程序 她都可以忽略了 這件事是不是很諷刺 所以我們今次希望藉著我們的法庭制度 法治制度 希望還回香港一個希望 還回香港一個程序公義 不要搞到我們的社會亂七八糟 是不是 是 我有一點大家想更新一下 今次感激當中郭先生 他在背後給了很多法律意見我們 讓我們整個過程很順利 我們都要給他一點掌聲 郭先生就是長洲的福核王 徐州居民 郭卓堅先生 他一直在JR 司法福核 是非常之有經驗 亦都是非常之到 point 大家有機會跟他談的時候 就會知道原來他講的東西 是一針見血 我們今次整個過程 整個申請 絕對如果沒有他 我們都應該會觸照 這次我們最近都收到 高等法院的信給我們 歐慶祥法官審理我們的JR 已經 這件事是一件 相信對大家都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一直以來 JR的申請時間都很長 但我們今次一個月的時間左右到 高等法院已經有一個正面的回谷 要我們補充一些相關文件 有什麼事之後的事情 我們都會隨時更新大家 給大家知道 這件關於公眾利益的事 我們做的JR的事 不是關於我 不是關於teens 不是關於團隊 因為所有司法福核的事 都牽涉公眾利益 我希望大家多一些去分享 這個信息給大家知道 我們的程序公義 最後我想送一句 我今早在教會 就見到一篇文章 很好的文章 我就抽了中間一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教會的使命 是這個世界裏面充滿魔鬼 要活出真內容公義 馬丁路德金句 有一句名言 黑暗不能夠 虛除黑暗 只有光明可以做到 我相信每個香港人都是光明的光明之子 多謝大家 好 感謝兩位JR全隊的年職日 朋友叫我拿著這一拳 一會兒我們大聲叫 林鄭摺子 好嗎 林鄭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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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跟著呢 還有其他團體的發言人 我們應該 剛才有 美部 我們民主路上 民生議政的 尤美部在哪裡 尤美部 尤美部 尤美部就是前線 是不是 廚師聯盟的 輝哥在哪裡 又走了 又走了 廚師聯盟的輝哥 好 走了 好 我們當然 有民間電台的 劉哥 各位一定要身體健康 因為抗爭道路上 一定要大家鼻牽上 不可以病 不可以臨病 更加不可以臨病 更加不可以臨病 林鄭月娥做了香港 三十年 六年的高官 連香港 他今天為什麼要住這個 這樣的叫做 梅景國 這個appartment是服務式的 居住單位 他連一個單位 自己去留守在香港 他都不想 你問他的兒子哪裡讀書 不是香港的 在英國的嘛 所以 你不要相信這傢伙 大家有沒有看過韋小寶啊 韋小寶 最後是不是做了這個紅花會 眾堂主啊 康熙怎麼跟他說啊 康熙說 你的兄弟多過我啊 你的兄弟多過我 那怎麼辦啊 韋小寶就說皇帝 丐幫多不多兄弟 不是我作主啊 是皇帝你啊 就是六八九和林鄭啊 多不多乞丐 多不多人撿紙皮 不是那些撿紙皮 或者是乞丐決定的 而是 六八九和林鄭 你的施政啊 令到他們 要支撿紙皮 但是這個 林鄭 即是 給錢都給的壞個人 給了一個不鈣 不是藍鈣 給了一個犯法的 啊 還要給五個水 第一 他已經煩了法 第二 如果你給五個水 你假好心 你一早給個三千五元 啊 養老金就搞定咯 是不是 這個不是假都不幸啊 啊 所以 你信林鄭月娥呢 告訴你 真是沒用 但是 現在我想問問大家 在現場的舉 舉手給我聽 舉手給你先 不會是舉 不是舉嘛 去當譜啊 昨天 胡蘇叔叔叔 有萬多人 去捐款給他 你們有沒有份啊 有 有份啊 舉手 有 真是很慘啊 斯德哥二摩正後 有幾個啊 金工 DQ DQ四個議員 那些你有沒有捐過錢啊 有 沒有啊 告訴你 那四個 林鄭呢 就獨獨出面 其他那些 那樣是獨起心 因為 在小犬主選舉出來 一同友情 永遠都是當同友 出來都是同友來的 你看到 就算好像胡蘇叔叔 他如果真是 一人一票 公民提名的 他一定夠的 他為什麼還要 還要堅鍊 一千二百人呢 因為有陰險 有習大帝 握手嘛 一人 集中一票 選特首 知道為什麼嗎 是集中一票 就選特首了 集中的票呢 就令到六八九 沒得去連任 集中的票呢 就令到 這個 胡蘇叔叔 衝紅燈 今天 這陣子沒有衝燈的 這七人叔叔抓的 說我們行差答錯 所以大家要小心 有幾件事 這四個候選人 有沒有說到 要查過UGL那五千萬啊 沒有啊 另外 另外 有沒有說 我們要落實新補算啊 沒有啊 所以 你為什麼要捐那一千幾百給他呢 你有捐那一千幾百給他呢 你有捐那一千幾百給他呢 就是鬥個黑衣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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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 就是 感上天花 你不如說中送他啦 如果有錢捐的呢 就捐給DQ那四個議員 還有錢剩的呢 就是給那些神方者 不要再給孫叔叔了 這個 親戚痛 仇戚派 因為都是選舉的 好 大家 記住一腳 入身體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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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OK 嗯 跟著呢 我們有 看著看著 基督徒社關團契的代表 劉智鴻牧師 好 劉智鴻 好 OK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社關團契劉智鴻牧師 那我是牧師啦 那 林鄭呢 其實她都是個教徒來的 不過當她呢 參選的時候呢 她說了一句 什麼話 她說上帝叫我去參選啊 其實這樣呢 是非常之狂妄 就是可以借上帝過橋 就是擺上台上台呢 這個很狂妄的一個 就是的說法來的 她那個人呢 這麼狂妄呢 但是我看到她的表現呢 就已經公關了 就頻頻出錯啊 就是 無論次之也好 五百分也好 就是 眼督手低啊 整個人的眼督 做事啊 辦事的能力啊 而且過往呢 就是她做官呢 其實都是不仁不義的 就是不仁不義呢 就是做一件事呢 就是當她做社署處長的時候呢 她一刀折了 就是割這個鍾援 就是向社會裡面 最弱勢的社群呢 開刀啊 這個就叫做不仁啊 逼不義呢 就舉一個例子啊 這個西九啊 就是這樣強行去做啊 就是沒有諮詢去做呢 完全是漠視一個程序公義 所以呢 這個是為之不義啊 所以林鄭那個什麼人呢 狂妄自大 擺上帝上台 他也是眼高手低 他這個能力呢 力有不低 好 也是一個不仁不義的人 好 這個人呢 當我們做了特首的時候呢 眼高手低 他又覺得自己好打得 但有作為呢 一定是將香港呢 帶到一個萬劫不復的景地當中 所以今天呢 我們一定要去反對林鄭了 不需要上帝叫我們啊 只要我們有基本常識呢 我們就應該要反對林鄭了 反對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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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他 我不是林鄭 我不是林鄭 反對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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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少英治選舉 不要少英治選舉 不要西環治港 不要西環治港 不要中共干預 不要中共干預 不要林鄭 好 好 跟著呢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們這次 都不是很多人有票選特首的 是吧 我都沒有票過今年 是呀 是呀 算了 哎 今年教育不邀請我 算了 不過 我們有選委是 就是我們最近 真普選救港大聯盟 加入了我們的盟友 Roger 鄭漢文教授 擺明擺我上桌了 哈哈 好 介紹我自己 我是中文大學的教育行英老師 做了22年 在這20年裏面 主要是培訓一些老師 整個教育系統都爛到不堪了 所以認識了我韓Sir之後 一起努力 我參加社會的事務 就不算很多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不認識我 我叫Roger 但每天一旦遊行 很多人都在路 Roger 傳叫著我 你知是什麽人 Roger 收到收到 前面轉彎 麻煩你 我其實都很責肥而誓 去參加社會行動 因為體能有關 智能有關 有限 9月4日之後 去DQ這個議員 真是忍無可忍 所以我就開始參加 這個孤教界選委參與 我們30人的聯票 就大贏了所有人 我就成為了這個小謙主 你們反對這個小謙主 的其中一個成員 就很尷尬的 但我的競選承諾 就是還票於民 我只做機械人 要是說我沒有效的 我只是聽民意 所以我立了心意 就要介入這個民間 去聽民意的 我就選了一個組織去介入 那就是12月4日 韓Sir 蒙治會牧師 就呼籲要成立這個 反梁振英大聯盟 請你幫我搶著這個資資 給國方明白 我其實有個小名的別稱 叫鄭大旺 我參加哪個組織 哪個組織就旺 當然我的代價很大的 我短機一條幾年多的 會這樣 12月4日之後 我們參加了這個 反梁振英大聯盟 5日之後 12月9日 就怎樣呢 梁振英就宣佈自己不聯合了 所以我5日的效應就是了 我賴都是賴自己 反梁振英大聯盟都幾厲害 都未出山 所以我們當時的Banner Facebook被人笑 你的Banner過時了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第二階段 將689變成6892.0的時候 我們就升級了 進步了 反林鄭 但是我們想想改名 如果一改反林鄭大聯盟又成功了 我們的名字又過時了 所以我們就無望初衷 我們想想其實我們最想做到什麼呢 我們想出了兩個很基本的價值 一個價值是什麼呢 增保持 我相信這個雨傘運動到現在 都是一個共同的價值 核心的價值 這個我相信在任何政治行動裏面 我們泛民都是有共同的一個方向 我們想到第二個關心點就是救港 就是自己香港 自己救 自己香港 自己救 自己香港 自己有 所以我們就發現這兩個就是我們的初衷 如果你是這兩個初衷 那你繼續加入我們這個 叫做新名 叫做什麼 所以改了個名字 新名 叫做真普選 救港 大聯盟 我們叫一次好嗎 真普選 真普選 救港 救港 大聯盟 大聯盟 所以除了這個共同的政治上的方向 我們是共同真普選 我們要用不同的社區力量 去管土的力量 去自己香港 去香港 去香港 如果簡單說 真普選是我們的一個政治的方向 我們希望在民生之外 大家救港 自己救回自己香港 我一直唱歌 我們香港人就要集資 從現在開始把這個收入的十分之一 拿來集資 我們買回這個 什麼 買回這個 匯 什麼 領者 買回香港所有的公共事業 我們買回我們的水 抽回我們自己的水 大聯盟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組織的特徵 就是不斷聯盟的 並不是一些人 是永久擁有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開心 見到我們 這個大聯盟 有十幾個組織一起聯繫 一起 我們希望繼續壯大 我們又希望我們這個大聯盟 能夠遊行的路線 一路開拓 一路新的路線 OK 林鄭如果不在會境角住 搬去那裡住 我們又開拓新的路線 OK 哪一個參選的特首 他住在哪裏 我們就走哪裏好嗎 好 好 我們十八區走完好嗎 好 就算他躲在大嶼沙 我們都會走的 大嶼沙召開好嗎 好 OK 我就是選委 如果你有什麼 關於怎麼投票的方向 歡迎你私下 告訴我 其實我這個電話 公開了 Facebook公開了 我對於現在的主流論述 是很滿意的 他們就說是一個爛產 這個更爛產之間 選 我認為這個思路 基本上是相對是simple 甚至是naive 為什麼呢 我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不是爛產和更爛的產間 我們是爛產和有毒的產間 那你認為林鄭是除了爛之間 還是怎樣 有毒的 假不下手 所以我們現在是 就是不可以假這個獨產 這個爛產多爛都假不下手 是因為它是有毒的 這個毒素呢 就是怎樣呢 將梁振英的毒素呢 帶下來下一水 這個毒素呢 我們一定要去除了 那這個呢 我希望呼籲大家 大家努力參與一下 多謝大家 好 好 麻煩Roger 就是我們收那些無線電 就說 收不收到啊 我們英文呢 其實是roger roger that 那就是收到了 這樣的意思 是不是我們 roger that roger roger 好 嗯 是 我們 是 已經是 邀請了 警方的朋友呢 去找林鄭月娥 助理 或者她的代表 當然 如果她自己 肯下來 夠膽下來 就最好了 是不是 她 她 她 就是鞋脫了 就是鞋脫了 不懂得走路 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 就是當年 當年 Margaret Thatcher 好啊 仆街 就衣服香港 香港就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昨天林鄭月娥脫了 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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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 惡笑 很肯定她也是 都是這樣帶的了 又不得出走 又脫了 哈哈 哈哈 林鄭月娥脫了 我們在等她們下來 等她們下來 我們再叫她 林鄭月娥脫了 下街里 那些 那些是很高的 那些是 如果是 鄭家純在那裡 她又會下來 那些 OK 鄭家純在那裡 鄭家純有醫院 是 喂 我們給一封禮事 有 有封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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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報算 我封信在我那個 背籠裡面 有封禮事 都可以 我又放進去 好了 我們有一封請願信 是給林鄭月娥的 裡面 所講的就是 我們現在講過三個訴求 三個訴求 她快點 回北京和家人團聚 不要西環干預 我們要真普選 就是這三個主要的訴求來的 我們就把這封信 稍後交給林鄭 不要林鄭 不要小燕子選舉 不要西環治港 不要中共干預 不要小燕子選舉 不要西環治港 不要中共干預 不要小燕子選舉 歡迎林鄭 歡迎林鄭 林鄭接紙 林鄭接紙 好 我們等她一會兒 有沒有其他團團的代表在市場 想發現的 她多數都是找些 她一定會找人 找了找人 找錯人 有人 快樂公民行動 你誰來 你代表 好 過來 這位我們常見面 所有宿面的 抗爭的朋友 他們成立了一組 快樂公民行動 快樂公民行動 你介紹一下 什麼名字 我姓梁 我們與時並進 所以往日那個名字 現在就改了 往日好像叫什麼中市 是 中市關注重 現代市 現代市關注重 所以我們在很多區 辦了街站 或者在社區中心 辦了很多 那些 途邊展覽 大家在商討 覺得很辛苦 都幾難搞 因為有時 那些地點沒有理想 如果街站日曬雨淋 我們 我們不要生曬 但是途人 那些沒有辦法平留在這裏 因為發覺的作用很微 很微 但是我們盡量 盡量做 自己要求自己 浪費死 就罵就 這樣 正說那個 快樂些 不要說好處 哭殺 好處 我先那天都想過 在這裏 林野那裏 和他黑口 那十幾個人 在那裏 都在那裏 覺得很可憐 所以 很可憐 看過林野 他們不採訪 然後回去那個 後來 接受我們的 在那裏 那裏 那裏 當然是 那裏 那裏 這個女版的 黃振英 當然是喉嚨都痛 那裏 那裏 那裏是一個好人 那裏 那裏 收信 收歌 對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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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努力 喂 有這裏 500元 那裏 好 喂 差不多了 有些朋友 有些其他的訴求 今天暫時就不提出這樣 今天希望的焦點 是我們今天想說的東西 下次有機會再說其他訴求 好 現在就有代表來接訊 好 我們不會死 林太競選辦的同事 競選辦的同事 什麼選 什麼選 我們 我們 沒錯 卑鄙聽到 我們叫口號卑鄙聽到 好嗎 不要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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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音點 不要林鄭 你聽得很清楚 你要把我們這麼多市民的訴求 告訴他們 我們也有一封信 在這邊畫 那一封信呢 就是致林鄭月娥去選 那 那信裡面呢 就已經寫了我們剛才的三個訴求 那當然另外有一封 我要真普選的利事 利事 利事不收得 OK OK 你告訴我們 我要真普選 OK 當然我們還有一卷子 那卷子 喂 這個 林鄭沒有利事 六三 六三 林鄭沒有利事 是不是林鄭沒有利事 是 這個是利事封來的 裡面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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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普選不收得 是 不是 這不是利事封來的 大家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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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是空手沒有官司 林鄭是空手沒有官司 出閘議員的 入閘議員 下鞋 這給人家是否質保選是不能 是否質保選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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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是空手沒有官司 令質保選這麼簡單都不能 你怎樣選 真是沒有例子 林鄭是空手的 只是玩飯吃的 打工的 我們希望這卷是否要大聲說 林鄭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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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我們的訴求 不過說這樣 我們都是沒有彈位 這位陸先生 他都是說不出事的 林鄭妾子 他說不出事的 林鄭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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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林鄭妾子 是 我們明白的 我們明白的 多 大家 我們看到了 不要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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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她不懂賣次子算了 即是我們 不要緊 六三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你將我們的訴求告訴她 如果她聽不到 我們下次更多人來 我們下次更多人來 多謝你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 我們的訴求講得很清楚 是不是 我們希望 不單止林鄭聽到 香港政府要聽到 六百九要聽到 共產黨也要聽到 是 不要小英治全區 不要西環治港 不要西環治港 不要中共干預 好 我們今天的聚會 好多謝大家 加油啊 我們都會繼續去宣示 我們對這個 小英姊選舉的看法 下一次如果有什麼聚會呢 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好嗎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今天聚會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參與 好 是大家在後面那邊散去吧 謝謝 謝謝 好 多謝大家參與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